大家好 各位回到新一集的港馬攻略 今個星期依然有空港馬這個環節陪伴大家 上個星期跟大家看了一場四歲馬的入圍爭霸戰 那賽果是不是不正路呢 又不是 但也有一點出乎意料 這陣子那些全熱門的勁駁 夢想成金都不知道 好像我們說的那些大熱門都不見了 我們本來看好那隻Bill Jimmy來就跑得不錯 連我們有移民的氣風步也跑得很好 但是那麽提防就被班底最高的非凡塞爾殺光了 那希望我們接下來這個禮拜再進步一點 希望這個賽果也能夠正路一點 今集就會跟大家說星期日第九場的二班一千米賽事 沒錯 應該都會有一隻全熱門 超級熱門的複日 哇 這隻明星馬來的 對啦 那他會不會好像勁駁啊 好像 夢想成金這樣呢 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看一下他這場有多厲害 這陣子我對這些大熱門都有點戒心 對啦 但是他這場其實復出揹著133磅 在三班那裡 是厲害的 是贏得算是很輕鬆的 因為始終他是第一次跑一千 也都是 像阿威說 他是雙過 也都是九有復出第一場揹著133磅 第一次跑一千 也都跟在前面往空 做回來的時間56秒51也都不算差 那你看看他其實潘頓 你說沿途也很厲害 你旁邊那隻曼仲力得 下班都已經贏了 按著出頭輕鬆拍兩邊 就兩個二有四分一馬位 其實實力就真的很好 那看看今場升二班又如何 是啊 因為其實今場升二班都挺大壓力的 說的是由79分加9分 88 即是有時候我們可能都會搏一些輕磅的星巴馬 即是分可能沒那麼高 或者是八字頭這樣 那他就是騎一個中磅 其實這個挑戰對於他來說 我想是很大的 因為始終不是說 即是三上二揹一些110幾磅輕磅 他是揹著中磅 還有你看看今組對手 其實都有不少一千米的專家在這裡 究竟可不可以克服得到這個難度呢 但是他又抽回十檔 潘頓繼續騎 中間的功夫也都說 即是沒有什麼點決鬥 潘頓也都跳過一課 即是拍過一課草 正常都是 都正常 大家都知道這隻就是高華生自己的陣瘡寶 我想他自己都知道不應該 即是不想玩壞他的了 所以就應該不會跑四歲的了 所以來這裡跑一千而已 那拿多一場頭馬快點上岸就不用想那麼多了 他也算是下有壓力的 對 他也有壓力的應該 但是複日我們當然希望他跑得好 也都慶幸他九一復出之後交到好邊 但是剛才都說過二班一千這組都其實不簡單 又會有些什麼馬可以挑戰一下複日呢 多了 有一堆對手都會在前面走的 是啊 這場其實如果你看回整個陣容 其實你要數到擺前走或者放頭馬 我想至少都六至七匹的 譬如說好好利哥 經典醫生這些一定會在前面的 甚至譬如說四號 接著七號 八號 甚至十三號這些 都預期會在前面走的 是啊 那就是要看一下怎樣搞 因為大家都知道二班一千米通常都是一些爆冷溫床 哇 爆冷溫床 真的是 那究竟會有什麼錯呢 因為我們預計都可能會有很多馬金錢 可能出來原來不是的 可能每個人都有一個想法就是 你走啦 你走啦 我不走啦 結果最後就沒有馬走那些 結果就沒有人被複日放回來 又有機會了 那也可能放到什麼呢 複日塞死了 不奇怪的 萬事皆有可能就是這樣 但是撇除了這些 其實除了複日之外 都要找回一些在這個路程有證明的馬法給大家 會跟大家看一場 就是十一月一號 就跑那一場一百五十四場前的一千米賽事 當時的有不少馬匹 今場都會再跟大家見面 是啊 那有跑第二 現在放頭那一隻很快的 萬事厲害 跑第四的大紅包 跟著的辣臣其實都有反跑 甚至乎你說去到尾那裡 還看見有很好的力高 這隻都預料會射的 現在這場都會射的 是啊 看他這場放不可以射出 其實我也蠻喜歡這隻馬 那待會再說吧 那說說萬事厲害 其實這場輸給當家後王 當家後王過多幾星期就跑 又跑一級賽了 就跑那一場八週年紀念圖表 大家都知道當家後王今年都很進步 其實都剛剛差點贏了一場group 3 那他贏就很合理 但是輸給他那幾隻 譬如是萬事厲害 大紅包 或者是辣臣 其實今場我都會選擇 那為什麼呢 那說回萬事厲害 那大家留意其實這隻馬 是一千轉場來的 是啊 就剛才在咪後 都跟阿威聊過 開玩笑就說 跑兩季呢 哇 那分都挺有趣的 都是那個位置 是啊 他跑來跑去 都是八十去到八十五 就是跑兩季都十場賽事 分又下不了他 又上不了他 一直放在那裡 但是他又 形勢適合他 他就會跑進來 那看看到時 場地形勢 是否適合他 那今場他的十二檔 都好像 OK啦 那田泰安 就看你 怎麼想 還有最重要 田泰安 大家都知道 要看他頭幾場守風信不信 就決定要不要去 那但是跑直路 你又不用怕 一定不會飛出去 啤酒園那些位 應該不會吧 直路十二檔 他飛回內檔 他飛回內檔 飛回內檔 那我也幫不了他 那我整個服事給他了 真的 但是如果這樣看萬事 你畢竟跟當家 何王川Q 押著 跳出世界那些 是厲害的 都不反對 要回 那再數下去 剛才我們說 很多馬會放的 小北面都要落後上馬 那大紅包就是一隻很好的選擇 那大家知道大紅包那段dash 是很厲害的 那難得今次 你看看 用了周進落減榜 是啊 再減多一點 那因為 呂健威這隻馬都挺有趣 那十二月 跑完之後 立心等這場 應該99% 我想都是這個部署 那但是他 中間可能 就是他可能等賽程 他跑一場泥地加駕駛 其實我挺喜歡這件事 我很喜歡那些練馬師 他跑一場目標之前 他跑泥地加駕駛 或者去谷草 走一圈 那等一隻馬 可能有些新鮮感 哦 也可能等他洗一洗腦 哦 那就不會那麼容易畫牙 那我也希望他跑得好 也是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 這次的條件 也挺吸引到我 就是剛才說的 就是用周進落 去減7磅 就是尾17 那其實你說看他排四檔 其實對他是不是有很多影響 反正都是留後追的 其實他排什麼檔 都沒什麼所謂 其實可能更激動 是啊 只要你排四檔 你還不容易失死 那你前面放得快的 你好像這場那樣 中間跟著當個後王爆上來 這樣就有了 你不要走進他的馬群裡 那就可以了 是啊 還有今季的周進落 都大家看到 很有進步 也都很安心 那 雷劍威的馬也都很少說 會很失望的 是啊 還有看回他的操練 其實就是 泥地那場之後 其實中間都有十貨的快跳 準備功夫非常之完整 那可能大家看到 其實可能是何際會騎的 你本身 那就沒辦法了 停賽 那可能都順勢就找周進落 那看一下這七磅 會不會幫到他 追回一隻 因為這隻馬爆起來 分分鐘真的複日都擋不到 是啊 那看一下臨場周進落怎樣發揮 嗯嗯 還有一隻就是這條片 講到的就是勒神 那其實 其實沒有什麼好講的勒神 這隻馬就是只有一個字 放在前面放 是啊 那潑明輝 我想都應該會有些賠率 是啊 他跟羅富全跑難馬都應該結成神 不是啊 今季經常都說 買檢南門 選火車就對了 這些真的是 是 那所以這些馬 那兩班其實都證明過一千 就OK 二班也都不差 那都是在當家後王 這一組賽事出來的 也都跑得不錯 那看看會不會他是放頭馬 其中的心患者之一 哈哈哈哈 心患者 心患者 真是這場要用到這個字 那我就一般都是勒神 那始終勒神都是大魔轉出來 那跑了五場 嗯 都曾經在前面出現過 也都在後面的名字出現過 是 那看看羅富全的想法是什麼 因為其實都開始因減分了 是 有機會都是看三班 是 因為其實同場呢 有一隻我挺喜歡的公正複像 不過我也是覺得他會看三班比較多 哦 看看會不會有些機會 可能有快的補足 就利用這些馬 看看可不可以追入一隻 第四或者第三 對 不過說到公正複像 我自己的看法就覺得 就是 大家也知道 蓮馬斯就是 Michael哥 就是他今季的處境 是相當之不利的 現在 應該也不會特別去想減分 就是用得就用了吧 那 那馬八歲 當然是用得就用 是 如果你說交代的話 如果我是蓮馬斯 我就會下三班的 是 因為下三班呢 把握會更大 但是 來到這個 形勢 就是 他去 他又要去拿成績 但是又好像不太行 喂大哥 你現在跑了一半季 叫做 接近半季 一V 其實是相當之惡劣的 這個形勢 惡劣得 都好像不如等下季 你想想 賀良 已經贏了七場頭馬 他都中了一場 對 真的很難搞 我就覺得 這隻就看大家有沒有這個緣分 如果那個場地是可能 你那些後尚的 賀銘蓮又有收影 那你就拼一拼他 這些無妨 反正他一定 有分頭 還有其實 龔定福進 和大紅包的個案 有一點像是 他們那段後勁都很厲害 其實 遇到的形勢就會爆上來 那 譬如他大前仗 他跑了一場 谷草一千 其實他大浪漫 也是後勢爆上來 喂 他贏的勒神 萬事 經典之星 都是回到的 都是回到的 所以 如阿威說的 如果剛好那天 譬如說有些利追 或者是有好分頭的話 那大家我覺得 拖起來也是一個很合理的選擇 是啊 還有一隻 我想大家都會選的 有機會選到的 就是莫雷拉的美麗掌聲 這隻會不會 會不會是我剛才說的 那些心患者之一呢 是啊 他也是一些要跟前的跑法 是 唉 但是第一次跑了一千 他 我相信蔡宇漢那些轉情 你看那些很薄 轉得那麼出色 千四轉千六轉千八 跟著就不行了 也是 但是他起碼只有三場 也是 那蔡宇漢這些轉情沒有什麼大問題 唯獨是一個問題就是 究竟美麗掌聲 就是那個跑法 他會不會又被人燒死 會不會燒死 會不會燒死就不知道 但是我就是上場 剛才我見阿威也想說 是 就是波先生 那個跑法 就是吐血的 就是 有時候你買他這些 就不是怕燒死 是氣死的 雖然也有個心理準備 預料會是這樣的 是啊 但是波這件事 你不要看那麼多 專注一點 戴回頭罩 希望你跑得 就是今場就沒有波這件事 所以我才會拖 所以我才拖 還有收拾了十四檔 其實也挺吸引的 是啊 雖然就剛才說 他初跑一千 但是同場大家看到 今場很有趣 就是有三隻 高層次的指示 其中一隻就是大紅包 大紅包也會跑一千 看看美麗掌聲 有雷神之助 初跑一千有十四檔 會不會都好一點 始終大升級 現在有一個配搭 是啊 希望他跑得好 那會不會 還有一些可能 新來的 有些有機會踩一場 啊 我知道你說的那隻 就是今場的初出馬 常常精彩 這些不明物體 不明物體 都跟大家輕輕地說一下血統底細 他來香港之前就是跑英國的馬場 跑三次贏兩場 其中一場就是三級賽的瓦琼錦標 在約克馬場 約克馬場 兩順馬來的 是啊 也贏過一場唐家士打的直路賽 贏了 看來的賽職 相信成熟完之後 二班應該是挺穩的 希望啦 因為高東來 搞這些PP 都要有些時間 未必這麼快適應到的 其實你看看他重課這集就知道了 都閃閃閃閃 其實應該都是完全不適應的環境 也都是未 即未 未熟透 我又不覺得他未熟透 我覺得是純粹他要適應 因為其實兩歲贏得的應該都熟得很快 那你看看他到時候臨場會不會很多汗 會不會走身動 如果他穩定的話 你可以搏一搏這些 因為可能他一出 初出就會有新鮮感 都不奇怪 因為看回他的血統 宣戰的兒子 大家知道早熟起來的就是那些澳遊戰士和武器公司 當然如果不是那一期的話 就要去到兩全其美行樂之光的至少等一季了 看看高東來練衣是馬 不如問 如果不行 看看你能不能能得到 是的 那這些始終在歐洲跑開1400米 看看今場初試提升 那檔其實就不是很好 那用彭國年看看會不會有些接近表現 那大家可以日後跟進都可以的 其實應該 是啊 所以今場的二斑一千米 大概跟大家說了一些有機會的 亦都有一些執不明物體 和大家分析過 那就是 我的心水和大家分享 就是大家 都覺得複日應該都OK的 是的 那就順利了 始終都是明星馬 跑得回 那配角就是剛才在當家喉皇那組出來的三隻 就是戴紅包 曼士 和勒臣 分別都是露了尊場 也都有狀態 在那裏 也都那個富榜 或者一些形勢 都應該會造就到 看看會不會 這次阿姨四選 希望生生生生生回來 應該可以的 不行 我們下個星期就又跟大家來講 繼續繼續 是的 反正下個星期精彩 就繼續長長精彩 真的長長精彩 不是常常精彩 是的 所以希望大家繼續關注我們 下個星期就有很多精彩內容 所以就記得下個星期就收睇我們的 港馬攻略 下個星期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朋友 就快點去追蹤我們的Facebook 和IG 之後再叫你的朋友 一起去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按下旁邊的小鐘 那就不怕錯過我們每一集的最新資訊 記得 我們 nel兩個月 我們要做的 在發展 我們之前有很多大碼 有什麼事 神明 就不知道 有些功能 很難 拍攝